中国女排目前已经夺得亚运会冠军回到国内,作为球队的主要得分手和头号球星,朱婷无疑是备受关注的。 朱婷对于中国女排来说,无疑是至关重要的,在中国女排获胜的比赛当中,朱婷的贡献无疑是最大的,而作为一名球队的领军人物,朱婷的生活也一直备受关注,尽管朱婷一直很低调,但日前,朱婷的家中豪杂正式被曝光,朱婷的豪杂可谓霸气十足。 朱婷作为球队的主要得分手,带领中国女排哼扫夺取众多的冠军,特别是半量最重的里约奥运会冠军,一套豪杂奖励朱婷也不为过。 比较朱婷带领中国女排一直征战在辛苦的国际赛场,为中国女排带来荣耀立下汗马功劳,而日前朱婷被曝光豪杂,也是高大的气派不是豪华。 在豪杂的外面,是种之一小派的竹子,具有中式的特色,但是,陪衬房子的高大豪华又不是欧式的风格进入门口,会看到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喷泉,就像一个有一个的比赛,冠军都被主庭包揽,进入房子客厅,会看到非常豪华的装饰,在墙壁上会看到众多的精美小视频,带有皇家结束色的椅子。 更重要的是,外面拥有超大的阳台,这是瞭望远处,建议的好地方,这家好宅具有中式又不是欧派的风格,具有豪华又不是皇家古典气派的特色,无疑是一家令人羡慕的好宅。 作为球队的头号球星,朱婷还将奔战在前线,而女排即将进入到市井赛的备战时间。 作为核心人物,朱婷恐怕是享受不了自己的豪宅时光,但是这都是朱婷赢得的,靠着她一场比赛一场比赛打下来的。 因此看到朱婷的豪宅,很多球迷都表示,没毛病,这是亭姐打下来的。 在土耳其争战的朱婷,挣得还是外国的钱,这点更没得说,与其他人的豪宅曝光出来不同。 朱婷的豪宅曝出来,球迷都没有什么不好的声音,球迷的这一态度也亮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